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2341-2360章 丹武双绝 第2341章 石科 秦明摇了摇头 他知道你被在安慰他 这根本不是他炼丹能力的事 而是身体元气不足 才会无法炼丹成功 秦明打开炼丹炉 从里面拿出了十颗废丹 石科 见到秦明拿出来的丹药 一旁的连人吓了一跳 虽然炼制没成功 都是飞丹 但能拿出十颗 这也太吓人了吧 因为龙极丹药炼制太难 龙极炼丹师往往一炉丹药 只能成一颗 两颗都就已经让他们欢天喜地了 虽然秦明这炉丹失败了 但能成功炼制出十颗飞丹 是不是意味着 秦明有能力炼制出龙极丹药之后 能炼制不说十颗 五六颗应该能 这颗比绝大多数龙极炼丹师要强大得多 秦明并不知道连人的震惊 他拿起一颗丹药 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奇怪 这丹药 为什么我感觉各种比例都对 药性搭配也没错 为什么就没能成丹呢 秦明炼丹不知反己 对于药性的把握 自问已经疗熟于心 这炉丹药 在他看来应该成功才对 而且应该是完美承担 十全十美 但实际上却是一颗都没成 十颗飞丹 失败之后 找失败的问题一直是秦明的习惯 但这一炉丹药 他真看不懂 明明都对 可最后却是错误 秦明哥哥 你刚刚清醒过来 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 先不要想这些事情了 等到你身体彻底恢复 再来思考 怎么炼丹也是一样 我相信秦明哥哥的实力 一定能够想明白 并轻松炼制 成功炎兽丹 米贝担心秦明的身体 看着秦明在苦苦思索 不由劝导 秦明什么都好 就是一入迷之后 就什么都忘记了 他生命力流失大部分 本来就看上去很憔悴 这一次炼丹 更是伤到了身体 米贝心疼不已 多希望自己能够代替秦明 承受这一切 听到米贝的话 秦明微微一笑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我炼制的并不是炎兽丹 只是最基础的龙元丹 并不伤身体 放心吧 没有绝对的把握 我不会再尝试 但是 得到秦明的保证 米贝暂时放下心来 他决定 从今天开始 要时时刻刻注意秦明 不能再让他受伤了 也不能让他这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扶我回去休息吧 我有点累了 秦明对着米贝和连玉说道 他现在还没想明白其中的关键 而在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用处 他现在的身体 体内的元气越是不足以让他成功炼丹 就算能够成功 这样一如丹药吐一次血 秦明估计练着练着自己 就死了 就算这样成功练之 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秦明想回去休息 连玉和米贝连忙把秦明搀扶回房间 把秦明扶到床上躺好 连玉和连人就离开了 秦明哥哥 你早点休息 我就在旁边 需要什么喊我一声就行 米贝细心地为秦明盖好被子 不放心地嘱咐道 秦明笑着点点头 看着秦明答应 米贝才轻声轻脚地离开房间 轻轻地把房门关好 单舞双绝 第2342章 哪里错误 望着米贝离开 秦明心中暖洋洋的 自从他生命力流失 只剩下三年寿命以来 米贝成长了很多 懂事了很多 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要恢复过来 到时候可不是我一个人 还需要保护他 去换须秘境 显然不是秦明一个人 还需要带着米贝 现在米贝的实力 虽然增长了不少 但比起那些强者来 还差了不少 在换须秘境中 他连自己的安危都不能绝对保证 何况还带着米贝 所以他必须要提高实力 提高到能带着米贝 在龙镜无者手上 逃得性命才行 想要提高实力 秦明能依靠的 有一宝能量和龙极丹药 其中一宝能量 只能等到秦明 快要去换须秘境之前 才能使用 这段时间实力提高得太快 必须要花费时间巩固 那么只剩下龙极丹药了 使用龙极丹药 药效比焦极丹药要好得多 恢复的速度也快得多 也因此 若是不在乎的使用龙极丹药 能增加不少战力 除此之外 最关键的是严寿丹 秦明现在之所以动不动就虚弱 这是因为生命力流失过多的原因 一个行将旧木的人 肯定没有健壮的青年 发挥出身体更多的力量 若他能炼制出完美严寿丹 就能增加十年的寿命 这能直接改善他的身体 不再因为生命力的原因 影响他的战斗力 为什么我炼丹会失败呢 秦明拿出了一颗肺丹 放在掌心 细细地观察着 所有的一切 看起来都非常正常 药性也合适 可 就是失败了 而且失败得彻彻底底 难道我要强行用优火炼丹才行 就算用优火炼丹 该使用的元气 还是必须得用 以现在的身体状态 根本不足以炼制出一炉丹药 而且以秦明的经验 就算用优火炼丹 也肯定是失败 优火能更方便地提纯 也能更好地感应原职 但是 优火只是死物而已 最终还是需要秦明操控 现在的秦明炼丹的成果 没有丝毫差错 哪怕是用优火 也不会好太多 想了很长时间 秦明都没找到原因 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坐起身来 暂时先不想这件事情 先修炼吧 虽然身体疲惫 使不上力气 但秦明修炼并没有任何影响 他闭上眼睛 运转体内的元气 并沉入心神 开始感悟到 自从他突破到交境之后 感应到更加轻松了一些 看着那完全融合的风火道 秦明沉迷进去 风火道一点点结合着 他体内的风道和火道在减少 结合 等到所有的风道和火道结合在一起 那他就真正地炼成了 归一 就真正地把道合二为一了 太慢了 秦明叹息了一口气 这样感悟修炼 哪怕用一千年 也不可能把风道和火道合二为一 我现在只是交近 龙静才是真正地开始修炼道 我太心急了 忽然 秦明心中一动 龙静才是真正地开始修炼道 他想起了自己炼丹 龙静道才是主要攻击方式 那么 丹药似乎也需要蕴含道 丹五双绝 第2343章 陷入误区 对 一定是这样 龙渊丹是龙静强者修炼的丹药 若是其中不含有道 如何帮助龙静强者修炼 这一瞬间 秦明有一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他只是交近 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在丹药中加入道 毕竟交集以下的丹药 只需要按部就班的炼制就行 为什么那些炼丹师书籍中 都没有介绍这一点 秦明心中有些疑惑 他看了不少关于龙静丹药的书籍 可没有一本有特意地指出 丹药中必须要含有道的 其实这是秦明的误区 一般的炼丹师 准备炼制龙静丹药 必然已经是龙静强者了 那时候倒成了他们力量的源泉 必然无比关心到 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特意指出 谁也不会想到 会有一个交近舞者 就想要炼制龙静丹药 这是在以前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想明白了自己之前的错误 秦明激动地在房间走来走去 想要推开门 去旁边的训练室内试验一番 又想到米贝就在旁边 只要一推门 必然会惊动他 到时候 他肯定会用各种办法 让他回来 算了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态 根本不足以炼制出一炉丹药 就算强行炼制成功 也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在白白耽误时间而已 秦明并不在乎 那么一次炼丹成功 或许对于其他炼丹师来说 炼制一炉龙脊丹药 证明自己是龙脊炼师很重要 但对于秦明来说 只要他有能力炼制 龙脊丹药 就能成功 根本不需要证明什么 炼制出一炉龙脊丹药 才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欣喜若狂 我若是炼制出一炉完美龙脊丹 却要在床上难受地躺三天 这太划不来了 秦明摇了摇头 觉得自己浪费三天时间 就为了一炉完美龙脊丹 很不划算 若真按照价值 他炼制三天的焦急丹药 都比炼制一炉完美龙脊丹要划算 秦明平复下心情 坐在床上 思索着解决这个难题 知道自己为什么炼丹失败了 秦明就有信心 下一次炼丹必然成功 他已经倒入门 也感应到了龙脊圆直上的道 想要把道加入到丹药中 实在是太容易了 再加上他已经炼制出 一炉没有道 却全部成功的废丹 秦明知道 只要他开炉 必然就会成功 而现在要解决的是 身体元气不足的事 否则 就算能炼制龙元丹 又有什么用 龙元丹是龙镜强者修炼的丹药 对他一点用都没有 也无法增加他的战斗力 他真正想要的是炎兽丹 而炼制炎兽丹 需要的元气 是炼制龙元丹的好几倍 哪怕是拼死一搏 秦明也不可能 把炎兽丹炼制成功 有什么办法 能够在我炼制丹药时 源源不断地给我元气呢 秦明思索了一会儿 想到了阵法 有阵法能把原石化为元气 被注入他体内 可瞬间 他就否决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对武者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势 秦明可不想炼制一炉丹药 就伤痕累累 丹武双绝 第2344章 元气不足 难道边服用丹药 边炼制丹药 秦明摇了摇头 他炼制这炉龙元丹就是过了 根本不行 那有什么办法 才能让他元气充沛地 炼制完一炉丹药 这问题很难解决 也没有哪个炼丹师 和他碰到过相同的问题 思索了很长时间 整整一夜 秦明都没有休息 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元气会经过身体 不管怎样 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因为他是圣血舞者的原因 体质比较强 所以能依靠外力 多承受一些元气 可这样还远远不够 他最少需要消耗十倍于自己身体 现在的元气 这么多元气 从外部解决 几乎是不可能 以此看来 龙静强者体内的元气 最少是我现在元气的十倍以上 要不然龙静丹药师 体内的元气 也不足以让他炼制丹药 龙静炼丹师 炼制龙静丹药 会出现元气不足吗 显然不可能 所以 龙静强者体内的元气 最少要超过他十倍 难怪说龙静比较静 就相当于蛇静舞者 和天使舞者一样 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要是我现在能突破到龙静就好了 这样 不管是元气不足的问题 还是修炼到太慢的难题 都可以轻松解决了 当然 这只是秦明异想天开 想要突破龙静 谈何容易 没有足够的五道积累 哪怕是有一宝能量 秦明也不能直接突破龙静 若真的这么简单 这个世界也不会龙静舞者这么少了 想这些 都没有任何 用处 还是想想 其他切合实际的方法吧 秦明苦着脸 陷入了沉思 天亮了 秦明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这时米贝端着饭菜 敲响 推开了他的房门 秦明哥哥 快来吃饭了 米贝端着盘子 把饭菜放在桌上 一只手拿条羹 一只手拿饭碗 显然是准备喂给他吃 秦明连忙坐起身 我现在已经好了 吃饭让我自己来吧 说着 他抢过米贝手中的饭碗 坐在桌前 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吃饭 在他心里 米贝一直都是他的妹妹 妹妹喂他饭 他怎么都觉得别扭 还是自己快点吃完为好 慢点 见到秦明吃得很急 米贝关心到饭要一口一口吃 这样才消耗的了 秦明点着头 动作慢了下来 见到秦明这么听话 米贝满意的一笑秦明哥哥 你昨天肯定有思考丹药的事情 怎样解决了吗 若是没有找到问题 也不要着急 连家有自己的炼丹师 你可以请教他们 人多力量大 说不定他们有好的解决方法 秦明点点头 笑着说道已经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你不用担心 真的 米贝高兴到那是不是意味着 秦明哥哥 很快就能炼制出炎寿丹了 秦明生命力流失 虚弱不堪 米贝不希望秦明一直这样 希望能早点炼制出炎寿丹 补充生命力 秦明苦笑的摇了摇头 虽然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癥结 但我实力太差 体内的元气 不足以炼制出一炉丹药 丹五双绝 第2345章 米贝的提醒 啊 米贝文言 陷入了沉思 过了半想 他说到我记得一炉丹药是十颗 既然炼制一炉丹药 元气不足 为什么我们不止炼制一颗丹药呢 反正炎寿丹也只能服用一颗 秦明哥哥只需要炼制一颗炎寿丹就行 听到米贝天真的话 秦明有些好笑到不是所有的丹药 一炉都是十颗的 再说 哪有炼丹师只炼制一颗丹药的 每一炉丹药都需要一份原汁 等等 秦明忽然顿住了 脑中如同有一道闪电划过一般 米贝说的这种可能 未必不能做到 他这是陷入了固定思维 一直在思索着 怎么才能有充足的元气 去炼制一炉丹药 但从来没有想过 把一炉丹药分成十次炼制 毕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秦明根本就没有朝着这方面想 而米贝说的很简单 一炉丹药十颗 需要消耗的元气自然很多 那么 只炼制一颗呢 对于其他炼丹师来说 米贝说的话 非常异想天开 因为一炉原汁 它每个部位所含有的元气和药性 并不相同 想要把一份丹药原汁 分成十份 根本不可能 可对于秦明来说 未必没有这种可能 它有忧火的帮助 或许在使用元气方面 它并不能节约多少元气 但是 它能让秦明细致入微地观察原汁 有忧火在 它未必不能 把一份原汁 分成十份 我要做的 就是把一份原汁丛的药性 抽取一成 而后炼制成丹药 这很有可能成功 秦明激动不已 已经等不及 他放下手中的碗筷 就地盘坐下来 把一株珠原汁放在地上 见到秦明开始做正事 激动不已的模样 虽然担心他的身体 但米贝也知道 这是关键时刻不能打搅 他站在一旁 担忧地看着秦明 一旦秦明体力不支 出现问题 他就第一时间上前打断 而秦明现在心无旁骛 眼中只有地上的原汁 他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手轻轻抬起 一丝火焰 从他手中生腾起来 火焰开始慢慢地包裹在原汁上 原汁的每一丝细节 都照应在秦明脑海中 他一点点地感应原汁的药性 就是现在 秦明轻轻抬手 嘴中滴令一声 分 顿时地面上 有一团液体 被幽火从原汁从带出来 而地面上的原汁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药性流失了一部分 看着天空中 细小的叶珠 秦明脸上带着笑容 呵 正式的炼丹开始 幽火在液体下方灼烧着 液体分分合合 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过了稍许 秦明心念一动 低鹤道 宁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他全神灌注 体内的元气 如同不要钱一般 往幽火中灌注 天空中的叶珠 猛烈地碰撞着 最终形成了一个圆珠 秦明掐了一个丹绝 眼睛死死地盯着圆珠 丹城 猛地一挥手 幽火的火焰生腾起来 包裹了整个圆珠 而后消失不见 在幽火消失的瞬间 刚刚的圆珠 变成了一颗完美无瑕的青色丹药 丹五双绝 第2346章 炼丹成功 空中没有任何药香 那是因为丹药的药性 全部被凝聚在丹中 没有丝毫散发出来 弹开手掌 丹药掉落下来 静静地躺在手心 温热的触感 让秦灵欣喜不已 成功了 他成功炼制出 一如龙极丹药 现在 他就是龙极丹师了 成为龙极丹药 这并不特别值得高兴 值得高兴的是 他能炼制出一颗龙元丹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他能炼制出一颗岩寿丹 最关键的是 他炼制这颗丹药 身体并没有感到疲惫 也就是说 他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能继续炼制出一颗同样的丹药 缘期不足的弊病 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提醒 我还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秦明对着一旁的米贝说道 说起来简单 可实际上没有人提醒 他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想到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很有可能 等到幻序秘境开启之前 他才能想到 这样不知道耽搁他多少时间 要白白地折腾多久 听到秦明的感谢 米贝很开心 能帮到秦明 这种感觉很好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你能炼制严寿丹了 米贝问道 秦明点头不错 我现在就能炼制严寿丹 他的空间戒指中 有严寿丹的原值 严寿丹的原值 并不特别珍贵 但因为他炼制实在是太难 所以能炼制的炼丹 时很少 而对于秦明来说 炼制难度 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他最在乎的是 炼制严寿丹 需要多少元气 而现在这个问题 被米贝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那么炼制严寿丹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听到秦明哥哥 现在就能炼制严寿丹 米贝心中高兴不已 马上秦明就能摆脱 这种虚弱的状态了 米贝从认识秦明开始 秦明给他的感觉 是永远的朝气蓬勃 似乎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但这一次 小世界出世 不管是从身体 还是从心灵 都给了秦明很深的打击 他希望秦明能好起来 回到以前的状态 那个什么都不怕 充满魅力的秦明 秦明也不想一直这么并咽咽 既然空间戒指中 有炼制严寿丹的原值 而他现在的状态也很好 当即不再犹豫 把地面上清理了一番 摆好了严寿丹的原值 他盘坐下来 闭上眼睛 调整状态的同时 也在恢复着 刚刚损失的元气 没有把体内的元气消耗完 不管是修炼补充 还是对身体的影响 都影响极小 一会儿就好了 秦明睁开眼睛 感觉到体内充沛的元气 看着地上的原值 信心十足 一旁的米贝 也是默默地 在旁边给秦明打气 随时准备着端茶倒水 呼 长呼了一口气 秦明召唤出幽火 开始炼制严寿丹 这种舞者们梦寐以求 却极其 难以得到的丹药 一丝丝火焰 开始包裹着地面的原值 秦明闭上眼睛 感应他们的药性 丹舞双绝 第2347章 严寿丹炼制成功 炼制严寿丹比炼制龙元丹 要难得多 但对于秦明来说 炼丹技巧难一点无所谓 只是多费点心神而已 炼制一颗严寿丹 消耗的元气比 炼制龙元丹要多得多 但还好能够顺利炼制完成 呼呼 许久 秦明喘息了几口气 看着空中的丹药 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完美颜寿丹炼制成功 一伸手 空中的丹药掉落下来 放在手心 秦明轻轻摸了摸 这是颜寿丹吗 看着圆滚滚的丹药 米被好奇地问道 不错 秦明点头 这正是完美颜寿丹 能够延长舞者寿命的唯一龙境丹药 天龙世界 只有这么一种 能够延长寿命的丹药 而且 舞者一生只能服用一颗 也仅仅只是增加十年 但这丹药的价值 非比寻常 是无数龙境舞者梦寐以求的丹药 看着颜寿丹 米被想起了自己爷爷 要是爷爷 在就好了 他服用这颗丹药 实力一定能重回巅峰 文言 秦明并没有搭话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 米复风应该已经服用过颜寿丹 毕竟以他的实力和地位 得到一颗颜寿丹并不是 什么难事 不过 就算米复风增加了十年寿命 对他实力也没有多大作用 米复风是自然衰老 身体已经腐朽 就算有颜寿丹 也不可能 让他腐朽的身体 重新恢复健康 如此米复风的实力 也不会增加 对于一个舞者来说 与其如同一个废物一般活着 还不如轰轰 烈烈地战一场 米复风的死 给了毒魔沉重一击 暗杀米复风的毒魔舞者 想来都是毒魔中的精英 死了那些龙境毒魔 想来已经让毒魔势力伤筋动骨了吧 秦明拿起颜寿丹 盘坐下来 直接吞服 顿时 一股暖洋洋的气流 从丹药内散发出来 流淌全身 秦明一身疲惫进去 实力重回巅峰 现在生命力只有13年 但秦明是生命力流失 而不是自然衰老 有了这13年生命力 已经足够他爆发身体所有的力量了 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 又重新回来 秦明哥哥 你好了 见到秦明荣光散发 米被大喜问道 秦明点头不错 我已经完全好了 又看了看地上的原汁 笑到这些原汁可不能浪费了 我炼丹 你帮我护法 别让其他人打搅我 地上的这些原汁 因为他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药性 原汁的结构被破坏 正在流失药性 虽然流失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 可这样流失下去 用不了几天 药性就全部消失 变成废物 一副龙脊丹药 在秦明心目中 还是很重要的 这段时间 他欠了连家不少 秦明想要炼这些丹药 作为礼物送给连家 好啊 听到秦明的话 迷贝很高兴 就坐在一旁 看着秦明炼丹 一颗接着一颗 体内元气消耗得差不多 他就坐在一旁恢复 和迷贝聊会天 等到元气恢复 秦明又开始炼制丹药 就这样剩下的九颗龙原丹 以及九颗完美颜兽丹 都炼制完成 丹舞双绝 第2348章 炼大批丹药 颜兽丹价值很高 那是因为他稀有 并且谁都想多活十年的原因 若是炼制了太多 炎兽丹的价值会降下来 但也不会降低太多 因为秦明炼制的是完美丹药 能够存放很长时间 炎兽丹虽然价值很高 可对于武者来说 增加的战斗力 微乎其微 毒魔马上就会有行动 这时候应该炼制些 有利于战争的丹药 才更合适 想到这里 秦明从空间戒指中 分门别类地 开始炼制丹药 他首先炼制的是龙元丹 完美级别的龙元丹 能使龙镜舞者增加修为 增加战斗力 而龙镜舞者的实力更强 那么与毒魔战斗起来 杀的毒魔也能更多 提高天龙世界舞者 最高端的战斗力 完美级别的龙元丹 显得尤为重要 接下来是疗伤丹药 还有防毒的 秦明以优先级 开始炼制空间戒指中的原职 虽然秦明用完美丹药 换取了很多原职 可他炼丹的速度很快 再加上龙基原职 非常珍贵 他空间戒指中并不多 没多久 就全部炼制完成 一共得到199颗 完美炎兽丹 以及7000完美龙元丹 其他乱七八糟的丹药 接近15000颗 秦明把自己可能会用到的丹药 都分门别类地 存放在空间戒指中 而后把剩下的丹药 单独用一枚空间戒指装好 米贝 这些丹药给你 说着 秦明把为米贝准备好的丹药 递给他 米贝 修炼的丹药 秦明给了很多 足够他修炼到交进巅峰 并且突破龙境 都不缺少丹药 但是龙境的修炼丹药 秦明以前不会炼制 也就没有给米贝 现在能炼制龙境丹药了 秦明当然第一时间为身边的人准备 除了米贝 还有莲玉 还有芳柱 他们都有一份 之所以为他们准备好丹药 是秦明担心 自己会遇到危险 就像这一次 他去虚界内看了眼小世界 差点就被毒魔的人杀死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 能不能从幻虚秘境中出来 提前准备好 有备无患 米贝接过秦明递过来的丹药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除了大量龙渊丹之外 还有一些龙境的疗伤丹药 和解毒丹 另外 还有一颗严寿丹 秦明哥哥 我现在还这么年轻 应该用不着严寿丹吧 把它给更需要的人最合适 米贝拿着严寿丹 向秦明说道 严寿丹的价值 他非常清楚 特别是完美严寿丹 更是从来没有 出现在天龙世界过 这颗丹药拿出去 不知道会有多少垂垂老矣的舞者 倾家荡产争夺这颗丹药 你刚刚也看到了 严寿丹对我来说 轻而易举 就能炼制成功 秦明笑到些许丹药而已 只要对我们有帮助 就不算浪费 我手中的这些丹药 除了送一些给连家外 全部都捐献了 嗯 米贝乖巧地点头 把丹药放进嘴里 一股暖洋洋的气息 流淌在心间 他感觉很舒服 很温暖 丹五双绝 第2349章 时光匆匆 我们炼丹花了多长时间 应该有两个多月了吧 秦明估算了一番时间 对着米贝问道 这段时间 连玉和连人都来过 得知秦明已经恢复 发下心来 连人作为家主很忙 两个月前来过一趟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 而连玉这段时间 也在刻苦修炼 不过适不适的 会来看望秦明一番 同时也带来了方柱的消息 方柱加入猎魔者协会 在到处猎杀着毒魔 同时也在努力地 提高自己实力 方柱的实力和经验都不错 秦明并不担心 他会遇到危险 两个月零七天了 米贝记得每一天 这段时间 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秦明哥哥 就待在房间中 忙碌着炼丹 修炼 而他就像一个小丫鬟一般 端茶到水的伺候 他一点也不感觉累 反而觉得很温馨 都两个月零七天了 秦明点点头说到 已经没原职了 丹药也要处理下 现在 不管是连家 还是猎魔者协会 都在急速地 扩充自己的实力 这时候 正是需要资源时 另一边 连人坐在议事厅 正和长老们 讨论连家的各种事宜 家主 我们库存的原石 已经全部拿出来了 除了封存的资源外 其他资源也用得差不多了 但还是缺口很大 要不我们先暂停招收舞者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站起来颤颤巍巍到 他是连家的老人 一生为了连家操劳 主要富 则掌管连家的财权 整个连家上上下下 对他都很放心 不能停止招收 连人坚定到这段时间 是我们扩充实力最佳时机 错过了就算招收了舞者 也没训练 培养的时间 普通舞者招收进家族 并不是一招收进来 就能为以重任 还需要进行培养 以及观察舞者品性是否合格 否则胡乱招收舞者 这不是在扩充实力 这是在找死 整个连家 都会被折腾得乱哄哄 他已经预感到 独魔将要发起先天大战 到时候 不管多少舞者都不够用 现在没增加一些实力 以后就能多杀些独魔 也能更有把握 保住连家 连家作为千年家族 财富惊人 照理来说 不应该陷入窘迫 但在列魔者协会建立时 他把连家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捐献了 也因此 现在到了连家招收舞者 增强实力的时候 才陷入了困境 列魔者协会 需要建立覆盖整个天龙世界的组织 需要的财富不计其数 除了他连家倾家荡产外 也有不少势力和他们一样 虽然到了窘境 可怜人并不后悔 因为列魔者协会的及时建立 才扑灭了独魔的嚣张气焰 现在他们只能如同过街老鼠一般 隐藏在阴暗的角落 但独魔作为能掀翻整个天龙世界的势力 显然不会这么简单 他们一定在酝酿更危险的计划 不动则已 一动必然惊天动地 所以 天龙世界很多势力 已经开始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大战了 市面上一切能够增加武者实力的物质 都在涨价 丹武双绝 第2350章 礼物 除此之外 疗伤丹药和解毒丹 更是一天一个价 哪怕他连家利用人脉 都收集不了多少 还好他们有封存的财富 这些财富是千年来所积累的 只有在家族 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才能使用 若是是不可为 连家注定要破灭 这资源就是用来东山再起的 所以 这是连家保命的资源 一旦用了 碰到更危机的时刻 他们用什么保护连家 而且这些资源 能够安定人心 但连家长老们都知道 他们有隐藏的资源 能够抚养他们子女 不至于让连家遭受灭族之祸时 长老们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而一旦用了这些资源 那么长老们在战斗中会胆怯 会担心 他们死了 连家没了 他们的家人怎么办 也因此 这一批资源 是连家的胆 绝对不能用 连人也没有资格使用 这最后的资源 必须要所有的长老 以及太上长老联合决定才行 我去试试 借点资源先应急 连人考虑了一番 缓缓地道 虽然这么说 但他心里很没谱 到哪里去借资源呢 他连家在云城 很有些人脉 但是他拉不下老脸 去借资源 倒不是因为面子的原因 而是现在其他势力 也在紧锣密布的增强实力 也是资源最紧缺的时候 他们恨不得和自己借资源 自己跑上门 估计也借不到多少 正在这时 门外有个传令的弟子进来 轻声在他耳边说到家主 秦明求见 闻言 连人一愣 连忙站起身 朝着旁边专门招 带贵客的房间行去 这段时间 连人一直把秦明当作贵客对待 不为其他 就因为对方对连玉很好 再加上他捐献的那些资源 给裂魔者协会 秦明值得他以最高规格的礼节对待 虽然和秦明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他多少了解了秦明的性格 没有重要的事情 不会特意的拜访 这一次特意拜访 那么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相伤 来到贵客厅时 秦明已经坐在椅子上了 看到连人到来 他连忙起身 两人客套了一番之后 秦明就直接进入正题 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 说着他把一枚空间戒指 放在桌上 推到连人面前 我不能收 连人拒绝你来我连家 就是我们的客人 什么照顾不照顾 都是最基本的待客之道 你这样就见外了 或许秦明觉得 亏欠了连家 又是吸收他们镇压的一宝能量 又是帮助他解惑 告诉他小世界的秘密 还指点关于换须秘境 以及招待的兵质如归 但对于连人看来 秦明的身份地位 以及所做的事情 值得这样招待 所以秦明拿出东西作为谢礼 连人才想也没想就拒绝 连人的拒绝是秦明没想到的 其他势力 在知道他送出大礼时 恨不得以最快的速度 把礼物收好 他给的礼物 必然价值不凡 这连人应该知道 但知道 还能抵住诱惑 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很难得 丹舞双绝 第2351章 联盟 连人不收他的礼物 却是让他犯难了 他该怎么办 才能让连人收下呢 连人说的话 有理有据 明显地拒绝 秦明想了想 有了一个主意我这些资源 并不是白白给连家 而是希望 连家能够建立一个联盟 一个对抗独魔的联盟 连人满脸疑惑 猎魔者协会专门对抗独魔 我再建立一个联盟 有必要吗 秦明笑了笑 端起桌上的茶水 抿了一口 缓缓到 当然有必要 猎魔者协会 虽然能聚集起舞者 但并不能聚集 大大小小的势力 云城 作为云州最繁华的城池 势力多如牛毛 可猎魔者协会 并不能让利用这股力量 猎魔者协会 虽然对付独魔很有经验 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情报互通 在对抗独魔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 它只能领导普通舞者 不能领导宗门和家族 这些势力 毕竟 不管是宗门还是家族 都有自己的一套形式准则 他们会遵循自己的规则办事 也许在对付独魔这件事上 猎魔者协会 能够和他们联手 但真正的合作 还有很大的欠缺 无数的势力集合起来 实力很强大 可也乱糟糟 并不能把实力发挥出来 这在对付 有组织有秩序的独魔 是致命的缺点 你是说 想协助我连家 把整个云城的势力组织起来 连人不敢置信地问道 秦明点头 这不可 能 连人断然觉得这事情 不可能办成 云城有多少势力 数之不尽 想要把这些势力整合起来 哪怕他 连家有些人脉 但也绝对做不到 最关键的是 每个势力都有领头人 谁也不想其他人指挥自己 若他连家成了这个组织的领头人 其他势力肯定不服 在做各种决定时 他也会不由自主地 先考虑连家的利益 如果说 以我的名义 组建一个专门对付独魔的联盟呢 秦明知道这其中的难点 淡淡地说道 我不是云城人 只是一个从小世界上来的舞者 谁也不用担心 我会特别偏向哪一方 再加上我的名声和能力 愿意加入的 给予资源 只要领头的势力都加入了 那么就可以对下清理 把那些小势力 都整合到几个大势力中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必然发挥最强的势力 文言 连人心潮澎湃 在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 首先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够做成 那么对他连家的好处 不言而喻 整合到几个大势力中 那么他连家肯定是其中之一 也就是说 只要执行计划 他连家的实力 必然得到非比寻常的提升 要知道 作为云州最繁华的城池 连家作为最顶尖的家族 实力已经非常强 但连家只是一个势力而已 最强的并不是连家 而是那些错综复杂 大大小小的势力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 加起来的实力 比几个顶尖实力 加起来的实力 还要强大得多 丹武双绝 第2352章 够吗 一旦秦明的计划成功 连家最少能提高三倍 不 最少四倍的实力 再加上 他们整合了整个云城 那么整个云城的资源 还不是被他们几大势力包揽了 虽然前景很诱人 但很难以做到 秦明能够想到 也有聪明的人 能够想到 但为什么整个云城 还是一盘散沙 是因为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 能做到这一切 那么 秦明能行吗 连人想了想 忽然觉得 秦明真的有可能做到 只是需要消耗无数的资源 那么 秦明有这些资源吗 又愿不愿意拿出来 秦明不是贪恋名声的人 他还知道 秦明必然会去换须秘境 就算联盟建立 他十有八九 不会待在联盟内 若是秦明贪恋权力 以他手中的资源 完全可以 创造出一个膨大的势力 何必到现在 还是了然一生 秦明 做这件事情 需要消耗无数的资源 连人把困难提出来 秦明微笑着点了点头 指了纸桌上的空间戒指 连人一愣 难道秦明送礼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这个计划 不是临时想出来的 可不像啊 若真是为了这个计划 他一开始就会提出来 而不是 等到他拒绝礼物之后 再提出来 若是他刚刚 真的就这么收了礼 秦明在告诉他 这礼物并不是白白送的 这岂不是很尴尬 而且回忆了一下 刚刚发生的事 连人越发觉得 这空间戒指内 就是秦明打算送给他连 加的 只是他不收 后来秦明才想到了一个计划 想着 连人不动声色地把精神力 探入空间戒指中 看到的是满满当当的龙镜完美丹药 四 龙镜丹药已经是很值钱了 龙镜完美级别的丹药 他多少年没见到过了 而且 这里面丹药的数量 这只是最开始的资源 之后还会有 秦明淡淡地问道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完成我的计划 能 连人连连点头 只有有完美丹药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他一直听说 秦明被称之为完美丹师 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他一直都觉得 没什么 只是故事而已 可真正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才感觉到 这些完美丹药的冲击力 这时候 他心底有那么一丝丝后悔 要是当时直接把丹药收起来 那就好了 那么这些完美丹药 就都全部属于廉价 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 他还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这些完美丹药 完全解决了资源的问题 但现在还有一个难题 秦明 你的计划是 先整合顶尖势力 而后让顶尖势力 把那些小势力整合起来 但小势力不可能这么容易 就听我们的命令 连人皱着眉头道 整合顶尖势力 那么这几个顶尖势力 肯定能够保证 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 而且领头人 还是原先的人 不会动摇权力根基 而整合下面的人 不可能还保留他们的权力 若是这样 整合到联盟内 一点意义都没有 单武双绝 第2353章 五大顶尖势力 我现在就去做准备 把整个云城的各大势力的情报 都整理出来 连人兴奋地起身 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 他连家 在云城的地位 将数一数二 还不止如此 若是真的把云城的大小势力 都吸收进连家 连家的实力将会空前绝后的强大 嗯 秦明点了点头最关键的是 云城的顶尖势力 只有整合了他们 才能更好的去接手下面的势力 所以 云城顶尖势力的情报 需要着重收集 放心 连人激动不已 就差拍着胸脯保证了我连家 在云城有千年历史 对云城的一草一木 每一个势力都了如指掌 更别说顶尖势力了 我们连家和这些势力 都有连姻 连姻很正常 往往会把那些天资不好的子女 作为连姻工具 来加强势力之间的关系 他连家还好 全凭自愿 其他家族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极其过分 当然别人家的事情 他也管不着 管好连家就不错了 连家家大业大 人口也多 和这些大势力关系好的人 大有人在 想要了解其他这些顶尖势力的情报 对他来说 太简单不过了 他们连家平日里 就有收集这些情报 你先到这里等等 我把云城的顶尖势力情报 马上拿过来 连人亲自为秦明 争了一杯茶说道 秦明点头 连人连忙出去 过了没多久 就拿着厚厚的一些卷轴进来 放在桌上 连人为秦明讲解着云城各大势力 同时秦 明也随意地翻看着 连人喝了口茶 细细讲解到云城有五大顶尖势力 清家 连家 潘家 武家 太家 其中 我连家和清家 都是千年家族 而潘家和武家 是新兴家族 而太 则是其他城池内搬到云城的 除了这五大顶尖势力之外 还有十三家 有龙境强者 介于顶尖势力 与大势力之间的家族 潘家 秦明看着卷轴上 关于潘家的记载 见到秦明特意关注潘家 连人介绍到潘家 是新兴家族 在云城有两百多年历史了 是二十年前 才晋升为顶尖势力的 这个家族很有特点 怎么说呢 连人想了想说到 他们很会做人 与各大势力 之间的关系很亲密 很会做人吗 秦明摇了摇头 我看未必 潘家不是我们的合作对象 从那十三家中找出一家来替代他 对了 潘家有几个龙境强者 关于一个家族的实力 外面大多都是谣言 比如连家 外面谣传的是有两个龙境强者 但秦明见到的就有三个 潘家有两位龙境强者 都是新境龙境 实力重归重举 连人介绍到 秦明点了点头 所谓实力重归重举 意思就是 实力在龙境武者中 并不怎样 潘家又是新兴家族 底蕴想来也不是很足 对付这样的家族 秦明很有把握 这个计划实施 甚至都不用他亲自动手 潘家家会灰飞烟灭 单舞双绝 第2354章 云州的特殊位置 当然 潘家虽然会消失 但两个龙境武者 必然不会就这么被杀死了 他们是一股战力 在与独魔的战斗中 多多少少能起到些作用 秦明之所以要灭了潘家 是为了兑现当初的承诺 虽然对当初的仇恨 秦明已经看得很淡了 但已经承诺的事情 他当然会做到 在秦明看来 欺负自己没关系 他不记仇 但诅咒他全家 并想要对付他的家人 和他身边的人 秦明绝对不允许 再说 已经付了定金 怎么能说到不做到呢 但秦明并不是试杀的人 若是潘家能给一个 让他满意的交代 他不会真的 把整个家族血洗 望着秦明正看潘家的情报 再加上刚刚的话 连人已经明白 潘家是惹上秦明了 真是不知所谓 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作为顶尖势力 这点应该很清楚才对 怎么一向会做人的潘家 在这上面犯了错误 连人心中暗暗摇头 等到秦明的计划实施成功 整个云城都成了一个联盟 被孤立在外的潘家 会有什么下场 不言而喻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哪怕秦明不动手 也会有人对潘家动手 再说 秦明所有的顶尖势力 以及大势力 都愿意给好处 唯独把潘家排除在外 这不是很明显了吗 当秦明坐上联盟之主的位置上时 会有很多想要讨好他的人 灭了潘家 一旦整个云 城都讨厌潘家 哪怕他想逃 都逃不出去 而且以秦明的影响力 没有哪个城池 敢让潘家入主 真是可惜 当初潘家晋升顶尖家族时 我还帮过忙 他们还欠我一个人情 现在看来 这个人情要浪费掉了 想起潘家中 那些熟悉的老友 连人暗暗觉得可惜 但没有办法 公室是公室私室是私室 作为一个合格的家主 这一点必须要分清楚 大致地看了一下云城的情报 秦明感叹到云城比蓝城繁华多了 有很多势力的实力 已经足够在蓝城成为顶尖势力 而在这里只是一个大势力而已 不管是什么势力 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那么在人们心目中 就会为这个势力 划分一个等级 一般分为 顶尖 一流 二流 三流 和不入流 当然 这些都是人们自发而为划分的 很有可能在一个人心中 这个势力是一流 而在另外一个人心中 这个势力是二流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顶尖势力这个层次 划分需要得到一流 和顶尖势力的认可 云城确实比蓝城繁华很多 这是因为 在云州与其他四州都相连 从地图上看 它被四大洲紧紧包裹着 云州是人们公认的天龙世界中心 连人喝着桌上的茶 很是自豪地说到这里元气充足 各种资源丰富 能在这里传承下去的势力 都有各自的特点 所以这也造成了 云州的一个一流势力的实力 比得过其他州顶尖势力的实力 丹五双绝 第2355章 稳定的圆直渠道 云州确实是好地方 秦明点头认可道 从地图上看 云州确实是整个天龙世界的中心 这里元气也是最充裕 各种资源也是非常丰富 这也是为什么 它萌生了 想要整合整个云城势力的原因 云城在整个天龙世界 都是数一数二的城池 若是能把这股实力整合起来 哪怕猎魔者协会 以及其他地方被打败 秦明还有可能 凭借着云城和独魔周旋 一旦等到他成为龙境武者 甚至整个天龙世界都被攻陷 只要云城还完好无损 就有打回去的可能 当然 若真到了那一步 整个天龙世界的武者 估计得死个精光 我现在手上没有元职了 你有没有渠道 伴我弄些龙机元职 秦明问道 要整合这些势力 光靠刚刚给连任的那些元职 是不够的 而现在秦明手中 也没有元职了 只能向外界获取 有 当然有 连任不假思索到 我连家库房内 就有一批龙机元职 我等一下就派人给你送来 秦明摇了摇头到 我需要长期供货 需要稳定的元职渠道 这样 连任低下头思索了一番 说到那么与猎魔者协会合作 他们能一个稳定的元职渠道 以前不管哪个势力最强大 现在就是猎魔者协会的实力最强 猎魔者协会 现在几乎聚集了 所有的闲散舞者高手 而且因为猎魔者协会 是为了对付毒魔 各大势力都会给他几分面子 再加上猎 魔者协会 千年之前的人脉 整个天龙世界 猎魔者协会 现在的实力最强 哪怕是秦明的计划成功了 把整个云城的势力 都集合到一起 也比不赢猎魔者协会的实力 当然 猎魔者协会 因为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虽然有比较强的实力 但是并不能把实力凝成一根绳 所以实力虽强 但只是如同一个笨重的凶兽一般 很迟钝 与猎魔者协会合作 秦明点头认可了这个提议 他和猎魔者协会的关系不错 而且与猎魔者协会合作 还能加强他们的实力 秦明很看好猎魔者协会 第一个原因 是他是一个千年之前就存在的势力 里面有很多龙镜舞者 是存活了千年的舞者 他们现在虽然身体老迈 战斗力所剩无几 但他们与独魔战斗过 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有他们坐镇 最少猎魔者协会在对付独魔上 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失误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猎魔者协会 能集结整个天龙世界的舞者 现在几乎每一个城池内 都有猎魔者协会 那么这个协会 在统一舞者们 抗击独魔这件事情上 能够做到情报互通 以及以悬赏等方式 来让他们听命行事 秦明很清楚 虽然这些舞者的实力都不强 可与独魔的战斗中 他们是一股至关重要的力量 有了他们的支持 不管是在找独魔 还是在收集资源方面 都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利用好这股力量 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源 以及给予独魔沉重的打击 丹舞双绝 第2356章 九成把握 当然 现在猎魔者协会 才刚刚创立 无法做到供需平衡 需要向外界获取大量支持 所以现在看起来 猎魔者协会并不强大 甚至在对付独魔上 最大的作用 也仅仅是情报而已 但它一旦发展起来 将会让独魔无处可藏 更有可能 其中会有无数强者脱颖而出 最终会成为 抗击独魔的中间力量 这很有可能 秦明看过千年之前 关于对抗独魔的记载 在猎魔者协会中 就有一些人 开始名声不鲜 实力不强 可他们在战争中 获得大量资源 最终成功成长为龙镜 在对抗独魔上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上次我承诺 与猎魔者协会的捐赠 因为我被困在云蓝森林的原因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兑现了 现在也是时候兑现了 秦明想起 上次在荡魔城内 与猎魔者协会会长的约定 因为独魔的原因 猎魔者协会会长 可能不会怪罪自己 但自己违约是事实 秦明心中有些内疚 现在我炼制焦劲丹药 已经不划算了 也不可能捐献焦劲丹药了 还是捐献龙镜完美丹药吧 秦明炼制焦劲丹药很快 奈何龙镜完美丹药价值更高些 他在同样的时间内 炼制龙镜丹药 会比炼制焦劲丹药 产出的价值高得多 而且 炼制焦劲丹药的炼丹师 在云城就很有一些 只是他们 不能炼制完美品质而已 而炼制龙镜完美丹药 整个天龙世界 就他一个人 其他炼丹师 剧情 你了解 虽然有少数 能够碰运气 炼制一颗出来 但数量极少极少 所以这也造成龙镜完美丹药 很多龙镜强者 一生都没有见过 更别说使用了 其实舞者在达到龙镜之前 想要提升实力 还是很简单的 但龙镜之后 能炼制龙极炼丹师很少 龙镜强者 想要用龙极丹药修炼 非常难 龙镜丹药供不应求 这也是 为什么我只是 给了几千颗完美龙极丹药给连人 它会欣喜成那般模样 不过随着大量的龙镜丹药流入 它的价值必然会大幅度降低 秦明淡淡一笑 价值大幅度降低也无所谓 它又不需要原始 炼制出完美龙镜丹药 就是为了给无者使用的 价值高低 不应该是丹药的稀有性决定 而应该是它的药效决定 秦明 你还没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连人收拾好桌上的卷轴 向着秦明问道 秦明摇头没有其他事情了 对了 这些丹药千万不要省 用完了再找我要就行 这件事情一定要帮我 这关系倒与独魔的战争 连人点头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有九成的把握 这件事情能够很顺利地完成 这么多完美丹药砸下去 能够把这些势力砸晕了 而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有了这么多完美丹药 几乎就能证实 秦明身后有至尊世界的支持 一个龙级炼丹师 能够炼制这么多完美龙镜丹药吗 这完全不可能 丹五双绝 第2357章 潘家 整个天龙世界 还没有谁的炼丹实力 能达到这种地步 哪怕是给他们千年 也做不到 这些丹药 纹上面的气味 很明显是最近炼制出来的 不可能是哪个势力的千年积累 而且最关键的是 秦明承诺 这只是第一批而已 之后肯定还会有完美龙镜丹药 连人自己是龙镜舞者 很清楚龙镜舞者的痛苦 几乎他们得不到多少龙镜丹药修炼 对于那些龙级炼丹师来说 他们炼制焦急丹药 更划算一些 炼制龙级丹药不但成功率低 而且炼制他们很费心神 往往成功炼制一炉龙级丹药的时间 龙级炼丹师能够炼制出 价值远远超过的焦急丹药 而且他在空间戒指中看到了什么 严寿丹 完美品质的严寿丹 而且不是一颗两颗 而是一百颗 哪个家族内 没有行将旧墓的老者 这些严寿丹 简直就是送礼的最佳利器 他已经能够遇见 当家族中老人 知道他有大量炎寿丹时 一定会来祈求 而其他家族的老人 也同样会如此 不过并不是自己来 而是派遣家族中的后辈 不要怀疑一个家族中 德高望重的老人 对这个家族 有多大的影响力 有些老人 还是上一代家族 有这些炎寿丹的帮助 那四个顶尖势力 不可能拒绝这个美好的提议 再加上这些完美龙猿丹 失败的可能微乎其微 他刚刚承诺的九成 把握 其实都是保守说了 望着急急忙忙离开的连人 秦明也是 起身去了自己的训练室 没过多久 就有下人送来了很多龙脊原职 为了练这些龙镜丹药给猎魔者协会 以及后面交易所需要的丹药 秦明又一次开始闭关练丹 而在秦明安安心心练丹的同时 连人风风火火的开始发放秦简 云成的其他四大家族 除了潘家之外 他都邀请了 还有十三个大家族 也毫不例外 秦简上面只写了 有大势相伤 具体什么事情 一概没写 至于云成其他的小势力 连人并不放在心上 这些势力不需要他亲自动手 只需要把这些顶尖势力 和大势力说通之后 那些小势力自然有人处理 所有的情剑都派人发下去了 连人坐在议事厅的椅子上 独自一人发呆 这次秦明的计划 不知道云成会有多少舞者身死 估计整个云成会血流成河 不过死的都是些小势力的人 对整个联盟的实力 几乎没有影响 不 还有一个顶尖势力潘家 连人又想起了潘家 不由为他可惜 作为家主他非常能理解 想要把一个大家族 做到顶尖家族 有多么的不容易 潘家这两百年来 一直都是兢兢业业 却因为犯了一个错误 整个家族都烟消云散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一江功成万古枯 为了以后少死点人 现在多死点 没关系 情节已经发出去了 在整合云成实力的过程中 只要最后联盟能够成功 不管死多少人 都无所谓 丹武双绝 第2358章 排除在外的潘家 云成倾家 受到连人勤俭的倾家家主 觉得很奇怪 又派人打听 其他几个顶尖家族和大家族 除了潘家之外 都受到了勤俭 这就更奇怪了 连人这是要商量什么大事 要把这些家族的家主都请去 而且还是半夜三更 怎么 难道连人 吃不得是红门宴 想要在宴上 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不可能 不说这些家主 大部分都有龙镜的实力 哪怕连家再强 也不可能打得过他们联手 再一个 就算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对连家也丝毫没有好处 估计第二天早上 连家就会因为这件事情 被各个家族联合起来灭了 从来都没有把各大家主 在深夜请过去 连人你到底想做什么 亲家家主看着外面的月色 带着几个手下 朝着连家而去 同样的 还有武家和太家 以及其他十三大势力的家主 他们连妹而来 想要看看连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在这些家主都去连家的同时 潘家家主 却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连家这是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把他们潘家排除在外 比起实力 他潘家比那十三个大家族都要强 比起影响力 潘家是云城顶尖家族之一 那么到底 有什么事情 要找那些家族相伤 而唯独排除自己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潘家家主有预感 可能今晚过后 整个云城要变天了 但他坐在椅子上 想了半夜 都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等天亮 他们离开之后 我去问问连人 他与连人是多年的朋友 潘家能成为顶尖家族 还是借了连家的一臂之力 其实他现在就想去问个明白 但是作为家主 他不能表现得太急躁 而派遣数下去 未必能探听到什么东西 而且现在连人 肯定在和那些家主在一起 根本没有时间接见他 等天亮吧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夜晚特别长 另一边 连人一直坐在椅子上 等着所有的家主都到齐 看着来人都是家主 并没有派个长老来敷衍自己 连人满意地点点头 所有人都到齐了 亲家家主率先开口到现在人都来齐了 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连人微微一笑说道 我有一件大事 要和你们商量 这关系到我们云城的未来 也关系到在座各位家族的未来 文言 所有人正经危坐 这话可不能乱说 连人摆这么大阵仗 看来必然有着惊天大消息 其实一进会议厅 他们就有这个预感 毕竟一般的事情 都可以边吃饭边聊 而现在却是根本没有宴会 只有一杯清茶 作为连家家主 显然不是不懂待客之道的人 而且他平时也不是这样 等到所有人都做好准备之后 连人开口到我想把整个云城 大大小小的势力 整合成一个联盟 此言一出 众人大惊失色 清家家主直接道 我不参与这个联盟 其他两个顶尖势力 也是直言不讳的开口拒绝 单五双绝 第2359章 全部到场 把整个云城的所有势力 整合成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的实力会有多强 他们能够想象得到 有了这个联盟 云城的实力会上升几个层次 在对付毒魔上 好处不言而喻 但是这个联盟能成立吗 根本不可能 最核心的问题 联盟一旦建立 那么他们这些最顶尖实力的领头人 在势力内 本来是一言九鼎 变成了有人权力在他们之上 那么他们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利益 怎么能保证家族的利益 或者这个联盟没有领头人 他们各自掌控着自己家族 但这样有意义吗 根本没有办法把力量整合起来 所以 组成联盟看起来很美好 但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在场所有人的利益需求 听到所有人都拒绝 连人淡淡一笑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玉瓶 放在桌上递给了亲家家主 你们先别急着拒绝 先看看我手中的这件东西 文言 众人都停止了言语 好奇地看着这个玉瓶 到底是什么东西 给了连人这么大信心 该不会是 他被人骗了吧 亲家家主 在众人的好奇目光下 打开了玉瓶 里面装的是丹药 他倒出了一颗 一颗圆滚滚的丹药 从里面溜出 颜色成灰色 没有任何香味散发出来 完美龙极丹药 这品像 难道是完美颜兽丹 亲家家主看着手中的丹药 瞪大了双眼 在场的人 都位高权重 但根本没有 见过完美级别的颜兽丹 这么难以炼制的龙极丹药 怎么可能有完美品质的 他们已知的所有龙极炼丹师 就算运气再好 也不可能把颜兽丹炼制为完美 能炼制成功 一如颜兽丹 这些炼丹师们 就已经欣喜若狂了 怎么可能在意丹药的品质 或者说 根本没有实力 在意丹药的品质 一颗完美颜兽丹 并不能代表什么 亲家家主把玉瓶中的丹药 全部倒了出来 在众人的目光下 十颗完美颜兽丹 停在他手心 亲家家主看着手上的完美颜兽丹 恨不得心意狠 把这些丹药都给霸占了 嗯 亲家家主目光扫了扫房间 完全可以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直接带着丹药 一飞冲天 最终他还是忍住了 怎样 连人淡淡地喝着茶 这时在座的所有人 正惊危坐 对这次会议 有了足够的重视 连家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亲家家主不解到 就算有这十颗严寿丹 与成不成立联盟 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 我很希望得到这十颗完美严寿丹 你开个价 我绝不还价 其他家主也是纷纷抢到我对这十颗完美严寿丹 也很感兴趣 我愿意出比亲家主更高的价 所有人 根本就不提联盟的事 而是就丹药事情上 想要用高价买下 连人摇了摇头 一挥手 九个玉瓶出现在桌上 顿时这些玉瓶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些难道全部是 完美严寿丹 丹五双绝第2360章 上面 看这些玉瓶的模样 与刚刚那个玉瓶一模一样 现在连人又拿出同样玉瓶 是不是说 这些玉瓶内 装的同样是完美严寿丹 众人连忙抢过桌上的玉瓶打开 果然里面正是完美严寿丹 一瓶十颗 整整十瓶 看着这些丹药 现在众人不关心联盟的问题 而是无比关注这些丹药的来源 连家主 这些丹药从何而来 你能给我们解惑吗 亲家主直言不会道 若是平时 这样问 打听连人关于这些丹药的来源 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答案的 毕竟这些丹药非常珍贵 连人凭什么告诉他们 丹药来源 难道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 也得到完美严寿丹吗 这种好事 连人不可能分享 只会拼死保护 而后独吞 但现在连人 把大家召集在这里 而后拿出这些丹药 很明显 连人并不打算隐瞒这些丹药的来源 连人指了指天上面来的 伴赏 众人你看你看 我看到我 最终到果真是上面来的 上面指的是什么 当然是至尊世界 完美严寿 丹天龙世界的龙极炼丹师 根本不可能炼制出来 若是只有一颗 他们会怀疑 是从秘境中得到的 可百科就完全不同了 不可能在秘境内 同时发现百科完美严寿丹 而且这些严寿丹的气息 十分的新鲜 似乎就是 最近这段时间炼制的 难道是完美丹师秦明 这时倾家家主 将信将疑地猜测到 不是说 秦明呗 独魔杀了吗 有家主更加疑惑了 在云蓝森林 独魔忽然撤离 显然是秦明被杀 才有可能 而且这么长时间来 也从来没有 听到过秦明的消息 让他们更加确定 秦明遭遇了不测 也难怪他们 一直任何秦明 被独魔杀了 毕竟他们当初的情报 都显示秦明 就在云蓝森林最深处 而忽然之间 独魔撤离 整个天龙世界 都在传言秦明被杀 而后过了这么长时间 秦明也没有任何消息 那么是否就证实了 秦明被杀的事实 他们哪里知道 秦明是直接来了连家 并且根本没有在外面露面过 一直待在连家炼制丹药 连人笑着看向 秦家主不错 就是完美丹师秦明 这些完美丹药 除了秦明外 有谁能拿出来 在场所有人 听了连人的话 心中都是震撼莫名 秦家主轻生到现在的秦明 能拿出完美龙脊丹药了吗 我调查过他 最开始他拿出的是 蛇镜完美丹药 后来忽然有一天 拿出龙脊完美丹药 就再也没有 用蛇镜完美丹药了 那么现在拿出龙脊完美丹药 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他手中流出的丹药 都变成了龙脊完美丹药 秦家主的话虽然轻 可听到众人耳中 如若雷鸣 完美丹师秦明 之所以 用这个称谓来称呼秦明 那是因为 他手中流出的丹药 全部都是完美品质 而在天龙世界 从来没有一个丹师 一个人 有这么豪旗过 有这么豪旗过 这边就会认识